各位观众,这个礼拜我可能因为工作原因要去别的地方,对吧,可能就跟不了了 小猫猫们,我走了,拜拜 哎呀,我还是不想脱跟,首先把猫带走吧 走路呢,跟我移到去遥远的地方 从小我妈就叫我做人要低调,尤其是在你不熟悉的地方,对吧 所以我带了我的最新款伪装面具,是不是异常的低调 待会我到银行里溜一圈,看怎么样效果,应该没有人会发现我 我去各位,晚上的日本这么冷的吗 现在大概估计只有四五度这个感觉啊,冷死我了 好,你看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到了罗松 好了,接下来就要精心挑选我自己的碗 就决定升级了,这个能够 多一名菜,就是多一名菜 这个茶粿饭啊,276 左右 再拿一个饭团吧,吃得饱一点,我觉得这点吃不饱 饭团没有价格的吗,哦,198 哇,12块钱一个饭团 哇,12加18 30块钱,挺贵的 现在我们就去结证了 在日本,罗松最舒服的就是能用吃素包 30块钱就没了啊,我感觉没吃什么东西啊,很难受 日本的罗松现在都出包子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还有这种烤串,我跟你说,反正上海的烤串 跟这些日本烤串,味道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你也分辨不出来,哇,还有香烟,你看,哇 太多了 好,不看了啊,我们就等我们的饭好,对吧 再慢慢吃 好了啊,各位,饭已经到位了 但是这个罗松没地方吃啊,很尴尬 怎么办啊 我们去那边的7-11碰碰硬去吧 罗松买的东西去7-11吃 而且是在日本 这会不会有点败人品啊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肚子好饿太饿了 再不吃要死掉了,要走不动了 我总不见得这么冷的天蹲在路边吃吧,你说对吧 好了,各位 古有买麦当劳咖啡去星巴克喝 今有在日本买罗森便当去7-11吃 有点尬的呀 不行不行,我要低调低调 低调就是腔调 好嘞啊,我待会就这样子 吃饭的时候再把面罩给拿下来 这样子应该会好很多 7-11到了呀 很尴尬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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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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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不要去想她 她在干嘛,怎么动静这么大 后面的日本小姐姐怎么把窗帘给拉起来了 难道这就是喘声声的 拉帘 打我吗 哇,吓死我了 原来只是换个垃圾袋 来,吃一口 赞 好,接下来是这个饭团 哦 这么大块鱼哦 这么大块鱼哦 咱们被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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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小小的鱼 我可以换成了 咱们被换成了 不得的 到这边 吃了 咱们在鱼里面 鱼里面 快点 怎么又来了 这次是要教育我了吧 擦桌子擦桌子 擦桌子来掩饰自己 擦桌子来掩饰自己 擦得干净一点 吓死我了原来是换热水 哇 现在把垃圾 各位真当我会这么百人品吗 啊开玩笑 我来洗尸多也是要消费的好吗 买点什么好了 就买些这个 对吧 蔬菜吃吧 现在我们要去买单了 哇这蔬菜汁贼难喝 一股番茄味算得要命 我现在离开洗尸多了 其实我觉得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我觉得你不管是麦当劳 买咖啡去星巴克对吧 还是你那个罗森买便当去洗尸多吃 其实都没有人会理你 而且谁会好意思说你 不过我刚刚有一件事挺尴尬的 我不是一直在拍吗 在那个洗尸多 之后一个日本的怎么说 一个老阿姨过来是 对了我说做了一个大叉的手势 no camera no camera 对吧 反正就不能摄像嘛 对吧 哇我才知道原来在日本是不能随便拍的 那对做Vlog蛮有影响的 其实在日本 是不是很多地方都不能拍啊 很尴尬 不去想它了 好那这期的地母嘟嘟无毛Vlog就到这了 为什么没有猫呢 难受可日本 没什么眼眸感觉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可以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了各位观众 现在我又来到了罗森门口了 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no camera 对了刚刚还没说那两个菜的这个味道 好啊 就说那个泡饭吧 饭团其实差不多 饭团的话 稍微比那个国内要新鲜一点 就这个鱼啊肉质 你吃起来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了 但是那个茶泡饭对吧 就跟我们中国的泡饭相当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不一样在哪里呢 不一样就在那个鲜的上面 日本的那个味精啊 它吃出来那种鲜味真的是 怎么说呢 它这个鲜味有一种海的味道是吧 而我们家里吃的那种鲜味呢 不管炒菜什么 它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无法描绘了 差不多就这样吧 好吧 我也没办法解释了 等我再去博学更加博学一点 学一点这种美食的叙述 我再跟大家解释好吧 好那再见 拜拜